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永远都是第二名 所以你要走自己 那我那一张图也不像别人 也不像自己 他跟我讲说 你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就要给你带给我 那谢老师 他对我更是要求百汉的严格 第三位呢 我碰到一位呢 可不可以给老师一个对这里的掌声好吗 我跟我的学生讲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怎样的处理 他一生不想的到了我的工作室 就抱了一堆的花车下来 就告诉我的学生说 你让你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很可惜的 这三位老师拿我走了 这个纸藤 是我自己种的啦 这个是日本鸡 我自己找了很久 以鸡做点颈 以花做主体 我们颜料里面是没有这个紫色 紫色我们必须要做 用互补色去呈现啦 你看看我上面是白 底下这一边也是白 但是底下的这一些白 没有上面的白亮 因为底下有很多的 会动的小动物 上面这些是不会动的 但是它给人家是很美的 我在教书 对吃这方面 稍微省一点 还可以撑得过 每一个创作者 第一个你画不出来 第二个尤其像我早年 在比赛的时候 有很好的成绩 隔年要掉到很不好的成绩 你会对你自己很质疑 最后在我太太的鼓励之下 我还是坚持走下去 她说你图有没有卖 再其次 但是她希望我有朝一日 台湾在写台湾美术史 尤其胶材这个区块 希望能够完全提到我的名字 那今天能够来这边展 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必胜的作品 再一次都拿到这边来展 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